各位 我们这个月家庭信息 首先我们知道家庭真的是先讲爱的 我们都知道也盼望 也在我们的理想当中 家庭都能够彼此相爱 如果夫妻能够彼此相爱 父亲母亲可以爱孩子 孩子们也能够爱父母 然后整个家庭都彼此的那样的相爱 就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爱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善意 想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另外一个人 然后也有一个人爱 那个意 那个心意 很想不只是有一个爱意 想把最好的 也能够表示自己最喜悦的那个人 要把它显明出来 所以有一个人爱 那不只是有这样 也真的想要做出来 做出来的时候要表达自己人与人之间 家庭里面 我真的是很注重 也关心 怜悯 包容 有什么错 有什么的问题 我都愿意 以温柔 恩赐来相待 有什么的过错 也会理解 也会了解 各位 何等的好 何等的美 但是呢 各位 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 在家庭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一讲爱的时候 我们很喜欢那种感觉 爱的那个感觉 很好 我们也盼望能够有 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 也感受到一个图画 一个照片 一个视频里面 讲到拍一个家庭照 这些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 原来有这一些 我们也愿意在自己的家里面 有显现的事 所以当没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想自己的家庭 好像没有 但是圣经所说的爱呢 不是情绪化的 那我们怎样有相爱 但是没有情绪化呢 那各位 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呢 是 我自己也本身 我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呢 就是在家庭里面呢 很重要的是 这个爱呢 在圣经里面是讲一个尊敬 当然爱里面 在圣经里面有怜悯 有能够体谅 这些事情 然后有一个恩慈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感受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有敬重 有一个敬重的意思 当你有敬重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你会想 你不能够只有一直凭你的感觉 凭一个情绪化的这个事情 敬重 不只是尊敬 敬重就是有一个 A give honor的一个意思 换句话说呢 我们看见他不是一个比我低的一个人 他的确有一个尊贵的一个地方 所以各位 我们慢慢就会发现 需要认识的 对不对 家人呢 你没有认识你讲爱 所以圣经讲的爱呢 不是一个 一个感觉 不管他怎样 我都爱下去 不能的 我们人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活在事实里面 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 你真的要认识 认识他 明白他 理解他 所以你到一个地步呢 你会喜欢 爱慕 知道他的一些特点 条件 原来有神的安排 对不对 原来有一些独特的地方 所以你能够看重 上帝在他身上 有那个的美意 那个的代理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 你看到的时候呢 你可以等待 所以你才可以爱 简单来说呢 爱呢 跟尊敬呢 有时候 好像很一样 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 当然可以找到一些区别 等一下我们会多看 但是呢 我们 我自己本身在 这个家庭里面 学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 就是 有时候我需要用一个 敬重 来肯定 我到底有没有真的爱 有时候你爱 你真的以为你有爱 但是 有带来敬重吗 在别人的眼光里面 你自己也 试验一下 你有敬重那个人吗 你有敬重孩子 你有敬重你的配偶吗 然后 你有敬重你的父母吗 其实家里面呢 彼此的爱 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那个敬重 是其实是有的 我为什么会今天选择 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因为我们家里面 不要只有情绪化 情绪化通常都是会受伤的 叫这个家人 家人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本来从爱方面 情绪化了 然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了 爱 越讲感觉的时候呢 没有那个牺牲 有爱就好 有那个感觉就好 我们总是关心这个 我们也喜欢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人的堕落 我们要知道 但是上帝 确实用他的 按照他的形象 造人 按照他的形象 造男 造女 圣经是这样说的 那如果 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 怎么看这件事情 所以 我们在这件事情 我们就要 明白 爱呢 有 但是我们 不要情绪化 我们要谨慎 然后呢 谨守 我们看待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的家庭 再要有 多一点爱心的话 那 你看中他的生命 到什么程度 你看中他的生命 到一个地步 你可以说 应该说的 然后你不能够 太多 也不可以太少 对不对 因为你敬重他 你敬重他 但是因为你敬重他 有灵魂 所以 该说的话 你也必须要说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爱 所以各位 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爱心呢 要与这个敬重呢 要衡量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我是自己发现 没有想到这个 敬重的这个事情 我们都讲 灵面 但是其实 深深的意思 如果我们 放开圣经来 明白 来理性 来好好的理解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 不要 如果我们 不要犯罪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犯罪 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 情绪来反应 用感觉先反应 但是如果你那时候 你已经知道了 你抓住 应该知道的东西 从那个地方 好好地思考 好好地客观 然后不要 要正直地面对 那时候 你就知道 什么东西 需要操练 什么事情要面对 对不对 所以 那时候 很多的情绪化 才能够消失的 让我们 能够将 在家庭里面 的那个爱心 越来越深发出来 我们看讲章 各位 一个相爱 却不情绪化的家庭 是怎样呢 首先 当然我刚才也说了 要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是首 然后 可能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 四到八节 这是很出名的 我们都知道 这里都写了 孩子很久人 又有恩慈 不嫉妒 不知夸 不脏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还是永不止息 那各位 各位 当我们真的要不要情绪化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章的时候 各位可以情绪化吗 当然我们可以用情绪化的一个感觉来看 何等的美好 对不对 但是各位 但是各位 我们再好好读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 没有这么容易 做不到 然后我们就要好好地谨慎自首 因为我们知道 各位 我们的心 如果 我们是每次倾向犯罪的 如果我们跟着我们的感觉 我们马上 会掉入罪里面 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怎么样能够生发好见证呢 怎么能够面对我们的家庭 然后爱他们呢 所以换一句话说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罪性 我们要刻意地谨慎自首 要自节 这个事情 所以需要操练 所以各位 我们在这方面 在爱心方面 我盼望大家 不会只有聆听 然后就感受不到 其实上帝很关心 我们在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 有失败的地方 我们不要灰心 我们不要难过 做不到的话 我们不要难过 我们不要 做不到的时候 就讨厌 真理所说的 我们谦卑 上帝会赐给我们恩典 所以很重要的是 我们先要知道 面对 然后慢慢地 让主的话 进到我们的心 甚至求主帮助我们 然后实践出来 所以我们看一看 各位 我们从这章 我们可以看得出 使徒保罗 是从这个爱的果效 或者果子 来举荐这个爱 所以有很多的 一个词 一个词 好像颂词这样 都是很完美 很美的一些词汇 这些都表示 有一些 如果我们真的要爱 有一个责任 或者是 这个爱的一个性质 也可以说 好像 讲到一个人 好像意味着 耶稣基督本身 他本身就有 这样的一个 人性 但是 使徒保罗 其实在这里 我们也要知道 那个背景 这个是 讲给 格林多 信徒的 是为了 责备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爱心 为什么没有爱心呢 他们 怎样责备他们呢 因为 他们在 这个格林多前书 有自夸的地方 有脏狂的地方 有自高自大的地方 知识 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 能造就人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也有什么 就是说眼睛看手 我不用你了 头对着脚 我不用着你了 对不对 这个格林多前书 都有这样的事情 好像自己 很了不起 然后别的人呢 不行 所以换句话说 有求自己的益处 坚持自己的立场 所以 使徒保罗用这些的话 来间接地 给他们一个比例 给他们一个比较 告诉他们 你看 看到吗 你们有爱心吗 那你们要认识到 你们有没有爱心 然后一个对比 然后你看看你所做的 你看看你的心思 你看看你的心灵 你看见的时候 你没有意识到 原来你在恶念里面 原来你的心意 有一个恶毒里面 有一个苦毒在里面 有没有看得到 所以使徒保罗是 间接地告诉他们 所以 那这个 开始的时候 就讲到要恒久忍耐 又有恩赐 但是爱 不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看 我自己翻译 其实也找了一些的 中文的翻译 也找了好多 就是圣经 不基督 不知夸 不傲慢 不轻浮 或不出辱 不知识自利 不暴躁 不计较 人的过犯 不喜欢邪恶 换一些话 比较清楚了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犯了这些 各位 其实如果有的话 我们不要留在那种 标管 各位我们要理解 爱不基督 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是什么 不是一个毒恨 要跟他 是因为我要先 我要先 我要人看中我 我要人先看中我 不知夸是什么呢 不知夸 其实是一个 一个约束的 一个地方来的 不要爆发出来 不要无理 不要自以为是 这些东西呢 可能人呢 是看中自己 是有 但是过度了 所以无理了 没有礼貌了 然后放肆了 梦寐了 冒昧了 那怎么样能够 和睦 共处 怎么样能够 和睦 在一起 根本不可能 不张狂 不可能 有骄傲的地方 爱心 要鄙视他人 对自己 为了就是 给自己感受到 自己很满意 好像自己 很满足的时候 来衰弱 另外一个人 他的尊贵心 所以 各位 我们姐妹们 可能很喜欢 有自信的那一只 对不对 有主见的那一只 但是都不喜欢 很傲慢的那一只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知道 不张狂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你有自信是一回事 你可以是一回事 你懂很多是一回事 但是你傲慢 张狂 不行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没有爱心了 就好像有点 自以为是的 好像要取得 别人的注意力 这样 不做害羞的事 原来是讲 没有力 不要好像 变成一个 可耻的 好像有点 不体面 的一个事情 所以各位 那个体统 应该是怎样 在哥林多 信徒当中 其子有一点 没有意思 他们怎样 他们羞辱了 他们的丈夫的 一个权威 没有考虑到 他们的先生 所以 有这样的事 发生在当中 所以各位 这个不做害羞的事 不是只是 讲那个体 那个外貌 是有讲说 你懂得 合乎忠道 你懂得 在这个社会里面 就是遵守一些 社会 社区的一些习俗 你来到这间教会 你在家里面 你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懂得 那个文化 所以你不会过度 你会知道 该什么 不该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会 合乎忠道 其实圣经 常常说 合乎忠道 忠道的事情 两个极端 都是不好的 不求自己的益处 所以 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 很喜欢 求自己的益处 对不对 人都是先 想到自己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怎么 能够解决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用 爱心 如果 所以爱心 不是单单 为了给人 很多时候 解决的方法 就是 爱心 因为你自己有罪性 你一直求自己的利益 所以为了 要除掉 各断 然后致死 这样的一个恶心的话 你非要 学习 放下自己 先爱人 先管别人的事 先看别人的事 先懂得 关心其他的人 不要一直 一直想到自己 所以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家庭 就是最重要 是要学习 这个事情的 非要学习 这个不可 所以 那 当然不可能 不想到自己 对不对 但是 这里说的是 过度 过度 关心自己 那什么是 过度关心自己呢 过度爱自己呢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只有一直 想到自己 然后旁边的人 你都没有顾 这个叫做过度了 你只有想到 别人给你的益处 但是没有想到 其他人 也需要你的帮助 对不对 所以圣经才说 我们要有灵蛇 不轻易发怒 所以换一句话说 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读过 恒久忍耐 又要有恩慈 所以换一句话说 如果有温柔 有恩慈 有忍耐的话 为什么会突然间 会生气 为什么会因为 一些事情 想要进到 那个被激动的 那个争斗 愤怒呢 所以 这里说 不计算 人的恶 换一句话说 不要一直 记在心里上 对不对 很有可能是 不要一直 关注那个错误的事 乃是 要有一个约束点 不喜欢 不义 所以 各位 这个是正直的意思 那么 爱是什么呢 为什么 爱是 耐心 又有恩慈 这是第二 只喜欢真理 包容一切 信任一切 盼望一切 坚忍一切 永存不息呢 各位 这是凡事 凡事 后面都是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我只是换一个 东西来说 各位 这个是凡事 原文是 每一样 每一样 每一样事情 都 都怎样 都包容 每一样事情 都相信 都信任 那我们都知道 人与人之间 很难信任到底 也需要时间 但是这里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放弃 不要 要懂得信任 要学习信任 要给机会 能够信任 对不对 要继续走向信任 这个的意思 所以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对不对 如果你讲 凡事包容 跟凡事忍耐的话 其实这部分 是讲到 恒久忍耐的 对不对 恒久忍耐的 其实一样的 在强调 讲到高峰的时候 再强调多一次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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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书 十三章 四到八节 其实很简单来说 其实在前面两个 恒久忍耐 又有恩赐 另外呢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是讲到 是讲到恩赐的 对不对 因为你盼望 凡事都能够正直 没有虚假 所以 是讲到恩赐 是讲到 你不想在虚假里面 你只喜欢真理 所以不想 因为我们自然的本性 是怎样呢 这个两个 我们自然的本性 为了自己 所以我们学习 爱 对不对 凡事包容 凡事忍耐 另外呢 我们也 很自然的 就是很容易 怀恨在心 恶意在心 这是我们都有的 所以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要学习爱 学习爱的意思 在哪里学啊 我再说一次 家里面最难学的 但是是最好的地方学的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学 所以换句话说 有一个 合乎 忠道的地方 也有一个 要靠主的地方 所以 其实爱呢 叫我们回到什么呢 温柔 恩赐 想到我们的 灵舍的时候 想到另外一个 的人的时候 为什么圣经说 我们要看别人 比自己强 有这一点 所以 这个的意思呢 不是说 不用管那个对错 不用管黑白痴 哪里是这样 难道爱 就是没有公义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 那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这个的意思是 我们好过 错怪 弟兄姐妹 好过 错怪 你的家人们 可能有一些东西 你没有 明白过 理解过 体谅过 所以 好过你 错怪他 不然的话 你不要 随便猜测 所以 先有爱心的 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家庭里面不容易 爱的确是一个 我再说 第三 就是 爱 因为爱是一个 语言来的 是一个语言来的 当一个 在家庭里面的人 软弱起来的时候 或者是 不够的时候 那怎么办 那时候 你不管怎样 跟他说 他只是讲 他的痛苦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 你要学什么呢 你要学 怎样 用最恰当的话 你不可以 长篇大论 对不对 你不可以 先讲自己的事 你要 讲到他的心 你要知道 他需要什么 所以你只能 关注他 你哪里可以想到 你跟他的 那个解释 对不对 所以 你只能想到 他所需要的 他要怎样理解 然后 他也可能 不能够 接受这么多的话语 这么多的解释 那你要在 一句话里面 马上带出来 他的心要打开先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有没有发现 没有这么容易 但是家庭 有一个好处 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情绪化 没有受伤 太过多的话 还是可以再沟通 家人 要不断地沟通的 也不断地 要交通的 有些家庭 基督徒家庭 应该是怎样的 大家想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我们华人 亚洲人 所以有时候 比较直接 这些 不是 如果你从圣经 你读了 读了圣经 你会发现 圣经里面 所带出来的 神的话 进到我们 信徒当中的时候 一个家庭 会有爱 那个爱是什么意思呢 我有温柔的 所以换一句话说 别人看 外面的人看的时候 哇 里面你 外面好像看起来 很温柔 但是进到那家 哇 为什么这样凶 不可能的嘛 不可能这样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有没有发现 有很多 可以学习的地方 那如果这个没有的话 这个少的话 我们都知道 没有爱 怎会有 一致的功能发生 怎么会能够 软化人的心 人怎么能够 有愿意的心 大家知道吗 上帝给你祝福 的确 但是如果 你在家庭里面 你有长辈 在长辈当中 你赢得 他们那个赏赐 你赢得他们 换句话说 你能够讨 他们的喜悦 大家知道吗 他为你祝福 为你祷告 像雅各 为十二个孩子祷告 对不对 像亚伯拉罕 像以撒 像雅各 对不对 这样的祝福 这样的时候 何等的荣耀 这是圣经给我们 看的这个事情 那你怎么样 叫你的长辈 怎么样叫 家里面的人 都喜悦你 所以这个是 很需要功课的 这个功课 我们不要逃避 我们不要只有 从一个 外面 里面 心灵里面 有就好 不是这样的 有很多时候我们要 看全面的事情 当然 家人 可以彼此相待 彼此当当 比较好 也比较能够 直接讲话 因为是家 所以你要在家中 要能够放松 放松都不可以 讲话大声也不可以 讲话直接也不可以 对不对 我们都想 家应该是 休息的地方 但是 会不会过度了 然后失去那个爱心 失去那个爱的 那个气氛 慈爱的 那个气氛 会不会造成 这样的一个事情 当然也不可以虚假 其实 非信徒也知道 这件事情的 所以他们每次 这样看 基督徒家庭 是怎样 为什么他们 每次这样看 因为他们知道 基督徒总是有一个 很高尚的 一个道理 一个水准在那里 各位 所以我们也要 理解 爱 是一直要沟通 沟通 理解 然后慢慢产生 彼此理解的时候 才有彼此的 敬重 所以我们到这里 我们就会明白了 你真的不要情绪化 你真的要看家庭 你注意自己的口 自己的语气 要彼此敬重 神是照自己的形象 照男 照女 第二 所以家庭存有 彼此相爱的关系的 是一个理想情况 的确是这样 但是我们就 进到一些实际里面 因为有一些情况 真的是不可行的 可能真的做不到的 比如说 有些的家 有一些悲惨的事 不是很开心的事 那你要讲爱 怎样爱 不能先爱的 那如果你不先爱的话 不用讲爱了 你这样吗 不是 所以旧约圣经 其实给我们看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原理 不是先讲爱 虽然爱是在背后了 神是爱了 但是不是先讲爱 因为人 不能够 马上 爱 大家会理解这个意思吗 因为人与人之间 有一个 没有理解 还没有 打成一片的 那个关系 很难有 但是我们一定要走向 一定要走向 那从什么东西开始呢 所以神的诫命是什么呢 就是在家庭中 要彼此尊重 其实说真的 在旧约里面 从来没有一次 告诉孩子们 要爱父母 大家找一下 找不到 有没有爱父母的 这个经文 有没有 但是有孝敬父母 那个原文是 敬重的意思 honor your parents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十诫当中的 带有应许的 一个 一条诫命 当然我们都盼望 也希望有 理想的一个关系 理想 父母亲爱孩子 孩子也心悲 很想爱父母 但是有时候 不是这样的 所以上帝知道 其实创造人类的 上帝知道 有时候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是每次都可能发生的 所以呢 但是他 知道人心 也放在人心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 不可能是像蚂蚁这样 不可能是像动物这样 比较能够轻视 踏在脚下 不是这样的 人是被神的形象造的 你也是 他也是 非信徒都是 对不对 这个不是讲信徒的 每一个人 都是被神的形象造的 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 如果 面对到家庭的话 怎么可能 不敬重他呢 他也是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读几处经文 一福所说五章三十三节 这里说 然而你们个人 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然后呢 我们也等一下一起比较一下 我们读这个 以福所书五章的时候 这个是最后一节 刚才我们在情文有读了 这里也说 要敬重 有没有看 有一个敬重这个字 但是呢 有些人就说 你看以福所书 它是讲什么 讲丈夫要爱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 所以是 这个 先生应该 就是 丈夫应该先爱妻子 先爱妻子 妻子才顺服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因为基督先爱我们 所以我们才愿意 不是这样吗 所以当然是有一点道理 所以每一次 我听到 看到这句的时候 我心里面知道 有时候呢 我的妻子 有一点 不开心的时候 然后感受不到的时候 我知道 问题在我身上 因为 我的爱要比 她的顺服还要多 对不对 但是不是每一个 例子是这样的 但是我看这句 经文的时候 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因为其实是比较软弱的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可能 是这样 但是如果 因为为什么有些人 也会这样讲 因为通常女方 都很容易被欺负 被虐待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女孩子 完了 不好了 每次被欺负 然后每次被虐待 如果是有一个丈夫 她是不听话 不好的 没有爱心的 那还要敬重她 还要尊敬她 要敬重她 可能吗 不可能 应该是 丈夫要先爱她 然后才记住 你看这个 以福所书五章三十三节 这不是先讲到 丈夫要爱妻子 妻子才 这样吗 不是这样吗 所以有些人这样说 所以大家可以断章取义的 但是这个是圣经的话吗 当然有它的意思在 但是我们也要跟另外一个来比较 就是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 在这里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你们虽然不听到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正洁的品行 和敬畏的心 我正式说这个了 正式讲到这个丈夫 不应该的 不好的 不信的 可能无理取闹的 也没有爱心的 这里还说 妻子要先 怎样 要敬畏她 尊敬她 顺服她 圣经还这样讲 所以 如果这个丈夫真的对她不好 怎么办 圣经也有说 如果真的有不公义的地方 有虐待有不好的地方 可以离开的 有公义的地方 但是不代表说 因为有不好的地方 你就 看小她 你就把她 搭在小下 为了保护自己 为了自己能够好受一点 圣经没有这样说 有一个过度的地方 我们需要阻止 要约束者 要节制的 所以 换一句话说 如果 一个妻子 她敬重丈夫的时候 她会赢得一个 甚至不顺从 没有爱心的 丈夫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可以离开 但是 不需要 就是充满 不尊敬 不尊重 充满一个恶毒 恶念 充满一个恶心 灭是她 大家会知道这个意思吗 因为有时候 保护自己的时候 这样做 但是 这是过度了 过界了 不讨神喜悦的 不可以祷告了 所以 但是你可以 成为一个尊贵的 妻子 在神的面前 也不一定 不管丈夫怎样 你能够做 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再回来看 一幅所书五章三十三节 还有这个 彼得前书七 三章七节 另外一个 一起看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 敬重 她的丈夫 为什么 要说呢 其实圣经 不是只有把这个东西 颠倒 如果大家看这个 一幅所书第五章 是先讲谁 不是讲妻子 先要 是先讲妻子的 你们做妻子的 先要顺服丈夫 然后才讲什么 你们丈夫要爱妻子 所以这里 其实是告诉丈夫 你们不要因为妻子不顺服你 你就不先爱她 所以这里其实是为了要独折 是要纠正的 对不对 所以换一句话说 不管她怎样 你还是要爱 不管她顺服 不顺服 你还是要敬重 爱 然后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也这样说 说什么呢 你们做丈夫的要 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她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所以要敬重她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 这个敬重呢 丈夫也是 妻子也是 所以彼此都有的 孩子呢 马太福音十五章四节 我们来读一下 这里说 神说当孝敬父母 所以英语是 给他应当的敬重 对不对 又说 咒骂父母的 必制使他 所以在圣经里面 这是很严厉的 那父母呢 这是孩子 父母呢 也是说什么呢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三十七 于是领了一个孩子来 是谁呢 耶稣 站在门徒中间 又把他起来 对他说 因为我名 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所以耶稣基督都 看重 也敬重 这样的一个孩子的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算什么 不敬重呢 所以其实圣经呢 都到处都有讲到 这个爱呢 以一个敬重的一个方面来明白 所以爱 但是爱跟敬重 有没有差异呢 有一些 所以我们来明白一下 有些人当然认为 爱跟敬重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 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排队 我敬重另外一个人 这个先 这个后 但是我没有爱他 我没有特别的爱 没有特别的爱心 就是敬重 尊敬 敬重那个人 因为他是神的一个形象造的 这样而已 但是没有那个特别的爱 所以 爱心是什么呢 爱心是 再说一次 有那个恩慈 有那个爱意 好意 然后呢 也 有连续 连绵 然后也要恩待 但是也有敬畏 敬畏 不是敬畏 就是敬重 但是敬重 或者尊敬 是理解 是一个理解 你明白他 了解他 认识他 所以 你才会 你跟他 不会打成完全一片 他是他 你是你 对不对 你要他完全像你 不可以 这样的话 他就没有尊严了 对不对 所以他是他 他有在神的面前 他有在神面前 领受的 所以我们从这方面 我们知道 爱跟敬重 有时候 我们要一起用 我们来一起 试验一下 我们到底在家中 有没有那个爱心 所以我讲到这里 第三 所以如果 爱是一个认识的话 理解是提供一个 尊重的话 或者敬重的话 真正的爱 不是一个可怜关系 而是爱慕 可敬重的 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理解吗 你不要可怜我 我不喜欢你可怜我 看连续剧也是这样 在家庭里面 也是有这样 我不需要你可怜 我不需要你怜悯 好像都是差不多一样 但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里了 其实 爱 有一个敬重的 你给很多的怜悯 你好像在轻视它 不要 我不要这样的爱 所以 爱心 是一个 明白 认识 所以如果你真的 讲到爱 是一个认识的话 如果你不认识 一个人的话 你不认识 你的家庭的话 你怎样去爱他 爱不了的 你爱只是 换一句话说 你要 有一个感觉 OK 我不知道 但是上帝叫我爱 我就爱 那你可以爱到底吗 圣经说 爱是一个认识 know know 认识 所以你不认识 你不知道他的事情 你不知道他怎样想 你不能够理解他的想法 他的结在哪里 你怎样去爱他 换一句话说 如果真的是要认识的话 你要认识到底 你才可以明白到 原来他是可敬重的 他有他的立场 他有他的难处 他的难处有他的理由 我不能够强制压在我自己的想法 压在他的身上 对不对 换一句话说 我要理解 但是爱心不是只有敬重 对不对 等一下我也多看 但是因为敬重了 所以才开始愿意再沟通 可不可以适应一下 对不对 有一个次序的 不是先 爱心 一定要乱 乱就给他乱 因为要有关系 所以在一起 但是这样就会情绪化了 情绪化没有办法 情绪化的话就会伤害了 伤害的话 你就那个爱心就少了 所以各位 在这方面我们要谨慎自首 我们真要明白 爱心是怎样来的 有时候爱心是要下一个功夫的 要牺牲的 所以圣经还说 这个敬重的事 都要给众人 彼得前书二章十七写 勿要敬重众人 亲爱教会的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所以这个君王是谁 那时候是凯撒 很不好的王 他还是要敬重 然后我就因为神 我就敬重 但是你面对那个君王的时候 哇 你可以敬重吗 所以 你只是一个表示 或者是一个假装 不可以这样 基督徒不是一个 好像一个虚伪 或者一个包装 一个神叫我做 我就不能够理解 我就这样做 大家会理解 不能够明白的东西是 我们做不到 也不能够完全做到的 因为上帝要我们做 要我们顺服的 是要甘心乐意 而且要喜悦 要喜欢 要愿意 要爱 要有意志力的 是有身心灵的 这个事情 所以 爱的确是一个认识 不然我们 没有办法爱 我们不认识 没有办法爱 如果我们没有尊重的话 我们就只有可怜他 也不知道 神在他身上的一个美意 但是呢 因为 各位想一想看 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上帝就先爱我们 所以我们 如果 只有上帝这样爱我们 我们就很可怜 因为我们只是罪人而已 然后洗清白而已 对不对 洗清洁而已 但是为什么上帝 拣选我们 爱我们 因为他给我们 有一个任务 他给我们一个尊贵 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 造我们 所以呢 各位 大使命 因为过去几个星期 我讲大使命 好像大提 但是大使命的这个意思 也可以说 是一个恢复 大家 都是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门徒 因为他们都是 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 不管什么的种族 不管什么的言语 不管是谁 你们都不可小看 轻看他们 他们跟你都是一样的 都在神里面 有重要地方 他们是失散的 所以你们要连绵他们 然后呢 这个连绵 换句话说 不是单单 可怜 神的怜悯不是一个可怜 神怜悯我们 是恩待 宽容我们 为了接纳我们 为了给我们基业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会明白吗 其实我今天讲了 比较多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在 自己家庭里面 我学习的一些事情 有些真理 我没有搞清楚的话 我不会下功夫 因为最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其实就在家庭里面 家庭一点点 怎样 有很多时候 不要管 不要看 但是大家知道吗 家庭其实是 我们最 心里面 最贴切的东西 你知道我们 讲到的人 有时候 为了要大家 理解 一些话 我们马上用 家庭的一些例子 来讲 大家就通了 不是因为我们 喜欢讲这些 家庭的东西 因为大家都 关心家庭的事 对不对 也最贴切 所以从这个地方 来明白爱 明白什么真理 这些东西 最能够通 最能够理解 所以换一句话说 我们的家庭 要怎样的相爱 要怎样的敬重 其实有很重要的 一些可学习的地方 但是到这里 我们可能 很难理解的 一个东西是 如果家人 讲实际 讲爱 丑的要死 难的要死 讨厌死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刚才我也说 上帝知道 如果是可尊重的 那我们就爱 根本不尊重的 没有那个尊贵的 怎么样去爱 常常变 怎么样去爱 然后不听 劝 怎么样去爱 各位 我那家说 如果这个是在旧约 耶稣基督 还没有来之前 那我没话说 但是旧约 其实也 隐藏这个意思 但是自从基督 以来 他来了 我们就要爱仇敌了 因为这个是他的命令 各位 爱临舍 不是只有给基督徒的 爱临舍也是给非基督徒的 非基督徒也知道 应该去彼此相爱 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要保持一些尊重 你要怜悯 人还是会有慈善 人人都知道 但是 要爱仇敌 这个事情 不只是 难 对非基督徒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讲几乎是因为 有些人还愿意 但是有其他的理由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 耶稣说 你们要爱仇敌 为什么呢 因为连罪人都爱那些 爱他们的 那 欢迎句话说 为什么只有信徒们呢 因为信徒们有圣灵 重生的人 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 你跟他讲 也讲不通的 但是一个重生的人 你跟他说的时候 难是难 口里面反是反 但是心里面最后知道 这个是必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先爱他 他自己是罪人 上帝也先 将爱他 所以我们如果愿意 顺从圣灵的人 重生的人 我们 会 能够办得到 也会开始 在这个方面 我们来 学习 我再说一次 这个听起来 真的是很难 好像要特别特别 有耐心 特别特别要有恩赐 好难 好难 所以我们看 马太福音 五章四十三四十七 你们听 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灵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所以有些人就说 你看 耶稣都说了 就约没有讲 要爱仇敌 是不是这样 其实不是 因为耶稣基督 好多时候 祂在圣经里面 是在告诉他们 要纠正他们 你知道吗 你们经没有念过吗 你们经没有念过吗 你们以为 这些教导 是怎样传下来的 其实都是错误的教导 从法利塞人 文士们 他们教导下来的 那些传统 有一些的教导不对了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你们要爱灵舍 那你爱灵舍是什么意思 所以还讲那个撒玛利亚人 对不对 大家听这个故事吗 撒玛利亚人 他是灵舍吗 他是灵舍吗 看到一个路边 就是倒下去的一个立位人 一个撒玛利亚经过的时候 一个祭司经过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 所谓爱上帝的 经过的时候 哪一个才是祂的灵舍 上面我们都知道 是仇敌来的 但是在那里有 已经写了 你们念过吗 你们念过吗 所以换一句话说 这个其实在旧约里面有隐藏着 我们在读路加福音6章27 节那里开始 只是我告诉你们 这听到的人 你们的仇敌要爱祂 和你们的要待祂好 做主你们的要为祂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祂祷告 有人打你们这边的脸 连那边的脸也由祂打 有人夺你的外衣 连礼衣也由祂拿去 凡求你的就给祂 有人夺你的东西 不用再要回来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所以这里讲了很清楚 但是到31节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原来又是在讲一个 敬重的事情 如果你敬重你自己 你愿意人怎样的看重你 敬重你 请你也一样的待他们 对不对 那换一句话说 其实神的形象在这里 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被神的形象造 所以这里是一个 又再讲多一次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法利塞人文士们他们 在摩西律法书里面有一个很狭窄的眼光 他们认为爱灵蛇不包括外邦人 只有包括自己的民族 灵蛇嘛 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 原来在旧约一直以来 都是说你们要爱仇敌的 只是做不到 耶稣基督也还没有来的时候 怎么办得到 我们心里面有罪 人家伤害我们 所以需要公义 罪一定要解决 那怎么样解决 耶稣基督来了 解决了 因心称严 对不对 所以才有这个的潜能 才有那个的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是被神的形象造的 如果我是蒙神所爱的 也被拯救了 又有护照了 那你看他呢 难道你不愿意他也一样的得救吗 一样被上帝爱吗 福音能够传给他 他能够心里面受感动吗 所以换一句话说 有没有为他祷告 为他的救恩祷告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 我就想 什么拿走他的外衣 连你礼意要给他 谁会穿你的礼意 然后要求的 给他夺去了 不要再要回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就想 其实对自己的家人 很多时候也讲 对不对 这个是在家人里面 最多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会称自己的家人为仇敌 对不对 但是我们讲 耶稣基督讲仇敌的意思 其实当然我们是有 在经事里面 真的是有一些仇敌的 有没有好好思考的话 我们真的是有 但是有的时候 需要怎样 不是只是 好像你对一个仇敌 还是要有那种 喜欢他的那个爱情 不可能是这样 所以 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要喜欢 有那个爱 那个感觉 不是这个意思 乃是你要恩待他的意思 对不对 你还是要恩爱他 不要以恶报 以善圣恶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凌辱你们的 要为他祷告 什么意思呢 你们若爱 32节到35 我们一起看 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 有什么仇敌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 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 善待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仇敌的呢 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 指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仇敌的呢 就是罪人也是借给罪人 要如数收回 你们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 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识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做 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 忘恩和作恶的 其实圣经都说了 也好像很难做到 但是各位 这里有说一个事情 有没有为他祷告过 祷告过 各位有没有想过 这个爱仇敌这个事情 成为了基督徒的一个标志 标志 因为这个是在人类里面 没有这样特别 也这么清楚地说 就只有基督这样说了 所以一定是有这个理由 叫我们要这样做 也不只是为了要得到 金钱方面 得益智 成圣这些 一定有一个理由 各位有没有想过 就是为无法相处的家人祷告 有没有为他祷告 可能我们马上就想 有效吗 不祷告了 可能我们这样想 圣经也没有说 有没有这样说 叫我们有没有为他祷告 刚才经文有这样说 有没有为他祷告 刚才其实在几节 哪一节说呢 28节有说 为他祷告 有没有为他祷告过 仇敌有没有祷告过 可能你叫我祷告 一次 难啊 有改变 没有改变 各位 圣经不是告诉我们 永远祷告 但是也不是叫我们祷告一次 你试试看 祷告一个月 真的祷告 祷告的时候呢 交给主 寻求主 为自己的家人 不能够相处的家人祷告 放在心上 看他变还是你变 大家会理解这个意思吗 你为家人的一个祷告 你面对主的时候 你要怎样祷告 你是求求求吗 你求的时候 你是求上帝的话 你就会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你就会感受到 在神的面前 你必须要清洁 正直 你有什么好东西吗 所以祷告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祷告的意思是 来到主的面前 你看你自己 你看上帝 然后你在神的面前 这样祷告的时候 如果上帝都可以改变你 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他 但是你改变不了 所以你求上帝 所以为他祷告一段时间 求神怜悯 然后呢 我们也学习怜悯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 一起跟家人祷告呢 这个很尴尬 要跟家人祷告 吃饭跟他祷告 都有一点尴尬了 怎样祷告 所以 因为家人的关系 很不轻 如果一祷告的话 好像有一点 伪装 包装性 有一点难 这个我可以理解 我跟我妻子 也是在学这个 学了很久 还是尴尬的 但是越来越 轻松好玩 越来越 彼此 有那个连接 但是我发现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地方 跟孩子们 跟配偶 跟父母 如果父母有事 如果有些问题 你慢慢 因为一直很糟糕 很烦 你为了要跟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 跟他们一起祷告 你的心要怎样 马上要安静下来 要预备心 各位 所以上帝叫我们 与家人祷告 是有理由的 不可能假装的 如果是家人的话 不值得我们 更加敬重吗 他们不是比 非家庭的人 不是我们家庭的人 更有价值吗 我们的家人 给我们的祝福 不是更有意义吗 我们又不是要做 假冒为山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面对 能够与家人一同祷告的话 这个家庭又可以在进展 又可以在进步 又可以在分别为生 我们当然要走向这个 但是我问这个东西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意思 如果大家真的是很看重自己的家 也常常因为家心疼的话 你要想到远一点 可以不可以因为他们祷告 第三最后 然而我们爱 因为神是慈悲的 不是因为要得一些冠冕而已 对不对 你可以得什么益处 圣经是这样说 如果你爱 你可以爱的 你可以得什么益处 你爱仇敌 因为 连罪人也是爱自己所爱的 所以这样子 才能够得到一些不一样的 对不对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二十一节 这里说 不要自己深渊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不要为恶所胜 要以善胜恶 六章三十六节 路加福音说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什么是慈悲 什么是连续 上帝的属性是什么 难道祂掩盖那个公义 来给我们这个慈爱吗 没有 但是祂做什么 祂牺牲 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死 所以才能够提供 那个公义的那个需要 对不对 不公义 不公义怎样爱 怎样爱 一定要牺牲了 爱仇敌的意思就是 你要牺牲了 牺牲难不难 牺牲了还是一样 让步 听凭主怒 这是耶稣基督说的 很多时候 各位 我这样说的时候 听起来很难 但是我跟大家说 如果大家没有听到 这些道的话 你们根本不知道 顺服上帝是什么水准 那你们就不知道 应该要怎样的 追求上帝 然后认识上帝 但是各位是不需要灰心 但是我们要面对 我们面对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神帮助我们 各位 如果上帝对我们有恩赐的话 我们也必须要明白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恩赐 能够爱我们的灵舍 也 如果 上帝在祂的家里面 接纳了我们 那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 显现在家里面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主 我们知道有好多要学习的 我们知道这个家庭乐里面 有十二个的信息 愿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家庭乐 我们愿意听 但是也求主给我们一颗 预备心 教我们愿意领受 也愿意学习 这个乐里面 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 主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一直觉得 没有盼望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 自己家 如果真的好 又再要好 求主使用我们的家庭 求主 教我们的家庭 分别为生 求主 让我们的见证 能够使到整个家 能够感受到 神是活的 然后他们 我们也能够看得到 也能够喜悦到神 主 我们知道 在走这个天路的旅程 有很多要克服 有很多能够 有美的事情 有很多的征战 但是 主 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爱心里面上 我们不情绪化 但是我们懂得 如何的行事 愿主帮助我们 祷告奉觉书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